我刚刚听说呀 有一个坏女孩 她带着一帮小伙伴 把我的小五妹妹给欺负了 天呐 竟然把我的小五妹妹给搞成这个样子了 小五妹妹得多伤心呀 太可恶了 小五妹妹你不要伤心 来我帮助你 来我们再换换这个发型 哇这个兔子耳朵的发型 太适合我们的小五妹妹了 哼这些可恶的家伙 竟然这样搞小五 天呐天呐 哼你们居然敢这样欺负我的小五妹妹 我现在先当住小五妹妹 一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哇你们快看呀 小五妹妹她现在多漂亮呀 哼来完美 来小五妹妹她见到了她的王子呢 什么 他们刚欺负完小五 又来恶搞我的白雪公主 哼白雪公主可是我最喜欢的公主呢 你们居然敢欺负她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我呀一会儿肯定会找你们算总账的 不但欺负我的小五妹妹 还欺负我的白雪公主 我告诉你吧 只要有我在呀 你们是别痴心妄想了 我一定会帮助她们的 给我们的白雪公主换上 哇太符合她的气质了 太美太漂亮了 来来来我们继续往前走 哇这个发型好漂亮呀 哇太漂亮了 哇你好耀眼呀 终于也见到了她的王子 天呐你们快看这个新机女 她把小五妹妹还有白雪公主 给搞成那个样子 自己却美美搭 在这扭搭扭搭搭去见王子 这怎么可能 给她换上这个又丑又恶心的发型 天呐都恶心的冒烟了 还有这个烂裙子 也给她穿上 我的天呐 这得又多恶心呀 嘿你这个新机女 不要再往前走了 王子哥哥是不会喜欢你的 天呐你快走吧 都把王子哥哥快给熏晕了 我告诉你 以后不准再欺负我们家小五妹妹 还有白雪公主了 嘿